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如何制作的 我们都知道在2D动漫中 其人物的动画以及打斗场景 基本上都是手绘式一帧一帧画出来的 就比如说日漫中有名的火影忍者海贼王 都是采用了手绘的形式 那么秦始明月作为国产3D动漫 相较于2D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的这些打斗场景会不会也是画出来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玄境娘娘发布的一个技术展示片中 就揭晓了这一答案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穿着黑色景深服 全身布满白色颗粒的青年俊才 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 而旁边则有一个技术人员 拿着一个类似拍摄追踪器 在捕捉拍摄他们的动作 相应的这些青年才俊做的每一步动作 则都投影在了大屏幕的动漫人物上 他们做什么动作 则屏幕中的动漫人物就做什么动作 这种便是3D模拟追踪证人技术 这种技术发展到如今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现在绝大多数的3D作品 基本上都会采用这个技术 所以说别看动画中 那些高手展示出来的大招 和武术动作是有多么的酷炫 而其实归根结底 这些动作都是人做出来的 只是后期在这些动作的基础上 再配以各种特效 就让画面感更加的真实以及酷炫一些 以让观众们达到最佳的欣赏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